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你带着病 有很多病人也来了 但那个时候呢 你处理病 就是看病你只是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你对病有很多的认知 你病你就会觉得是苦啊 就各种反正病是不舒服的 你各种认知分别 就对病的一个含义啊 病癌这个气是不好的 是苦的 然后病人是痛的 是个苦难 可能是个因果 可能是个业障 各种对病的认知 但有一天你的头脑 就对病的这些 这些概念全部清理掉 那么病就成了这个水果了 坐在那 你看见每一个病 也就像摆着这个果子 这个果子会障碍你吗 它会让你累吗 如果你走病把它干掉 你就去吃掉它 如果你不干掉 你就摆在那 它影响你啥 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扯入你的障碍 就是我们找了一些像 就是你找了一个障碍的像 那么你带着障碍 觉得全世界人都不喜欢 是你认为全世界人 其实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这样 老周围 他也不喜欢你 我也不喜欢 别人不喜欢你 觉得那是自己的问题的话 那慢慢的 好像心想事成了 大家就慢慢都不喜欢你 都不敢喜欢你 觉得这个 好像因为 你在心里是觉得 跟他说话都 他不会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你看他眼神也不喜欢 这就是我们能处 怀疑隔壁那个孩子 脱了斧子 越看越想个真 最后找到斧子了 咋看也不像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 认知导致的 其实没有大家喜欢 或者不喜欢 因为大家读瓶水 下面其实不见得 除非一个人说 准备谈恋 或者是去考虑喜欢不喜欢 平时大家还 见见面 就交流一下思想意见 交流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 他喜欢不喜欢 如果你有你的 我相信你很有思想 很有芥蒂的 你受过高度教育 你有你的思想 就算是这个思想 是对或者错 但是当你拿出来 谈自己的思想的时候 那个人会很尊重地听的 那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是不是 大家在交流 对方的一些心理上的东西 如果大家知音难民 如果大家说 说得很投机 那是知音 如果不投机 就是意见相左 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故事 你现在的问题 其实我说这些 我直接告诉你 问题就是这堵了 感情不熟 就这两点 这全世界 有点关系也没有 也没有谁喜欢你 也没有你跟他们的障碍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剩下的 你认为的那些事情 它就是个问题 就是个事情 你解决了也行 不解决 它放在那 它也不会障碍你 是吧 你走你的路 它能障碍到你 你今天来祝海 它障碍你了吗 我们俩聊天 它障碍你了吗 它障碍你幸福的活着吗 它障碍你去 在思考你的 未来的梦想吗 不管你想当官 还是想赚钱 无所谓啊 它障碍你了吗 它能障碍你吗 你此时此刻多自由啊 你此时此刻 你来到周海 我们俩在聊天 这个房间有七八个人 大家抬不上 谁喜欢不喜欢 是吧 你抬不上 因为大家不了解 抬什么就说 谁更喜欢谁 只是不了解 平水相会 大家第一次见面 是吧 那么大家都挺好 都在很关注的 在对方 看对方有什么样的观点 建议 大家想交流一下 因为这是个交流平台 来说你说你的想法 不管你是哭 或者说 我觉得很压抑 我觉得有很多障碍 这是你的想法吗 是吧 我也说出我的想法 其实我们直接的 但是我们可能 可能已经 虽然说第一次见面 但是在四平 已经见了很多次了 可能已经很熟悉了 大家 所以 那我们都算是故人了吧 老朋友相遇了 虽然第一次大家来 但是都是老朋友了 那大家就可以敞开了聊 台湾上说 一定要说 我在你心中有没有为止 你在我心中有没有为止 你说我也很忠重 我也说你也很忠重 是就够了 人与人之间 就是你敞开台 我觉得 问题是 就是你的病态的东西 你身体上有病态的东西 而不是说 这个世界对你怎么样 而并不是说 你的工作里 真的有人怎么样 想怎么样 你要知道 他们从早到晚的 要养家 要教育孩子 要吃喝拉扎睡 要睡觉 他哪有时间 全身性地想着障碍你 是吧 他没有 可能一年想过 他也不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样 这样这样 是吧 如果有竞争 说你们俩 提拔有竞争 这个可能 但是如果你实时 把这种障碍 挂在心上的话 是你自己 障碍了自己 是在提法兵时 竞争 竞争 这是很正常的 是吗 对 人家你看那些 电视上 都在竞争 只要背后不下黑手 我觉得 正常竞争 是对的吗 甚至说背后 下个黑手 人家贿赂一下 在背后 人家也是个游戏规则 什么且规则 爱规则 按销操作 是不是 这些是有的 是吧 也 那反正我们不会呗 不会就认输了 人家这个事 那我们就做一些 我们会的呗 反正 人家这个游戏 涉及到了 爱想操作的 潜规则 我们又没有关系 又不会卖门 又不会怎么样 你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那些 潜规则 跟爱想 那么你就算了 不要参加人家这个了 你干不过 你肯定争不过人家 你就祝福人家 希望你通过潜规则 通过爱想操作 你能上去以后 你能活得更幸福 是吧 是吧 他有那个能力吗 那也需要付出的 你知道他付出的更多 你没有 你还轻松的 还不留痕迹的心里 你去做 你能做的事吗 是吧 也不用 没所谓 因为就算是说 哎呀 我要揭发他 或者说他这是恶 或者说 有时候做不了 你做你没用的 你拿证据了是吧 是个障碍 这种障碍是来自于你带着 就是今天你坐在我这的时候 你的喉咙还有干去 带上了障碍 就是此时此刻 我都觉得他在障碍你 觉得这个世界有东西在障碍你 所以这个障碍在你身上 不在他那 在你这 既然是自己在这 直接干掉他 算了 在他身上还搞不掉呢 是吧 那在自己这 你把他畅通就行了 他正在一点一点化开 知道吗 所以你坐在这 坐一会 他一会一会 一点一点 像本来也是个 就像个城垢一样 就像飞车一样 他一点一点就飞掉 就是你就想像 就像电影里面的 双双双双双双双 所以就开了 干也是 就干在这 就没了 一点一点就化开了 就通了 然后你回去再看那个障碍的时候 就想看这个桃子 对吧 你要是准备处理 就处理 不处理 就不知道他能摆着 摆着微笑味 怎么能成障碍呢 那就是件事而已 那个人就是个人而已 那件就是个事而已 是吧 这个世界总有欺骗 邪恶 你还能不让他存在吗 就算你是佛人 释迦牟牛 你就算你成佛了 你也不能消灭了 说这个世界的邪恶 你也还有欺骗 还有不正常 还有邪恶 还有生老病死 那就放着呗 那怎么能成了 弘扬佛法的障碍呢 如果佛说 哎呀 这个世界重生这么 他去吃卖也这么重 所有的一切做这么重 我会要佛法 全是障碍 那佛法肯定会要不出来 肯定不可能 2600年我们还能听闻到 佛法 如果释迦牟牛 像你这么认知 他只能感情不输 他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 能成为佛法的障碍 他只能与他 你来乡 你去打存 然后再说 你给我 小叙子 不 不 我 说 公开 小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